今天的内容请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喔 美国总统拜登仿日时脱口为出 他说愿意用武力防卫台湾引发轩然大波 但白宫马上立刻改口 美国的学济警告 拜登不应该挑衅北京 因为这会加速大陆的军力发展 而且还说台湾没有做好抵御大陆进攻的准备 而且很重要的是 台湾不像乌克兰有和盟友直接接壤了边境 一旦作战 军援非常难送进台湾 我们要请教一下立文了 所以蔡政府口口声声说台湾乌克兰不一样 可是人家美国学姐就告诉你了 真的不一样 因为我们到时候很难被支援 对 真的不一样 台湾比乌克兰危险多了 那这个美国的政策事实上是非常一贯的 不管是谁执政都一样 那拜登呢 他是很明显的一个口误 但是问题在这个时刻 就在拜登辜负我们的时候 真心幻觉情 期待了这么久的印太经济架构 居然没有台湾的份 而原因就是所有参加的人 都不想要跟台湾一起坐在一起 为什么呢 因为有了台湾就会得罪老共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台湾过去这几年 对美国让他们予取予求 不用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来自行 欢迎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来自行 欢迎来自行的收入